今天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密教本身的理念 一般来讲起来啊 这个研究这个佛法 都有一种困难 也就是非常的广泛 密教本身来讲 他的这个观念 也不是很容易去完全了解 但是呢 我把密教的这个理念 很简单的 也就是用几个这个 原理跟原则把它表示出来 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了解这个密教本身呢 是怎么样子去修 首先呢 这个一般来讲起来 这个佛教的研究都用三个字来表示 一个是体 体呢 就是本体 本体 一个是像 就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一种像 一个是用 如何啊 去应用 我们也是依照这个体像用这方面来讲 在体上呢 在体上呢 密教的这个体啊 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整个宜咒啊 它的构成啊 它的构成啊 是由六大 六大来构成 也就是地 水 佛 空 空 跟室 那么其实人体啊 我们啊 人体啊 常常讲 是一个小的宜咒 整个宜咒 是一个大的宜咒 但是我们人 是一个小的宜咒 我们人的身体 一样的 有地 水 佛 空 空 室 那么在 本体上 是这样子讲 本体上啊 像地啊 就是坚固 它有它的特性呢 就是坚固 水呢 就是湿 它的特性就是湿 佛呢 它的特性就是热 温度 空呢 它的特性就是移动 它是动的 那么空呢 整个宜咒啊 都是无碍的 没有什么障碍的 空的特性是没有障碍的 是的特性呢 就是真知 真正的知 真正的一种知晦 就是是 它都有特性 在我们人的身体上 一样的 地 水 佛 空 空 是 地啊 就是你的骨啊 肉啊 水啊 就是你的血液啊 汗啊 都是 都是的 佛啊 就是温度啊 那么空呢 空呢 就是呼吸啦 空就是呼吸啦 空呢 就是你的心啦 心是无碍的 还有你的室呢 就是你的真知 你的灵室 你的真正的灵命 就是真知 真正的知晦 是 所以这个是讲起来 这个密教的这个本体 本体论 密教本身的像啊 用什么来表示呢 就是曼多罗 大家知道曼多罗了 我在讲这个密宗道 次第广论的时候啊 就提到曼多罗 其实整本密宗道次第广论啊 就是用曼多罗的像啊 来解释的 用曼多罗的像 从头到尾啊 解释到尾的 密教是以像 修曼多罗 来做一个这个密教本身的像 曼多罗 那么还有呢 在用上面来讲 作用上面来讲 密教的修行啊 是外修啊 是身口意 内修啊 是气脉明点 气脉点 外修身口意 内修气脉点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修法方面呢 身口意 气脉明点 身口意啊 就是让它达到清静 气脉明点呢 就是转化 把你的身体的各部分转化 成为光明 去印证宇宙意识的地水火轰空事 这六大 那么在密教里面呢 修行的种种的作用啊 都是为了你自己身体的小宇宙 跟最大的宇宙意识啊 本身去相应跟合一 相应跟合一 我们晓得这个佛本身是三密 那么佛三密呢 就是这样子讲了 佛本身的三密 就是身清静 口清静 意念清静 完全清静的一个状态 那么密教本身的修行啊 就是以我们的人本身的三业 身口意的三业 把它转化成为 清静的佛的三密 以三业转化成为三密 而寄生成佛 那么再用这个气脉点 你身体的这一种运作 你内心啊 身体的种种的运作 去印证 去印证啊 这个大宇宙的这个合一 这个可以讲起来是密教的用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 这样子啊 密教整个理念啊 就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个本体论就是六大 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曼陀罗的像 那么应用的方法啊 就是身口意跟气脉明点的修炼 那最后的结果呢 是以小宇宙 人生的小宇宙 跟宇宙意识的大宇宙 互相合一 这个就是密教本身的这个理念 我觉得啊 这个密教的修行啊 它本身是比较有这个 有一个阶梯 你可以走的这一条路啊 你可以看到路 那么你可以怎么走 就是有一个方向 有方法 有这个法可以修 有一个阶梯可以走 有实 就是有实地啊 你能够脚踏实地的这样子去修 而且能够进入这个空性 有修心的 也有修身的 二则都有 比较实际的 比较有实在的接受的 是密教 那一般来讲起来 像这个 佛教里面呢 所提到的这个修行的话 大部分都是修心的 很少有修身的 所以我是认为 密教的这一个理念 可以讲是合一的一种修行 而且有实在很有落实感的 比较落实的一个 修行的一个宗派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ận许借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